现在呢在美国的部分 提醒大家未来如果说 你要入境美国的话 现在要要求 11月开始 全面要求外国的旅客 你要打完疫苗才能够入境 也就是取代 原先规定说特定的国家的旅游禁令 但是也表示什么呢 台湾的民众 接下来11月开始 你没有办法到美国打疫苗了 你可以看到在11月份开始入境美国 这是全球的旅客都适用 包含你要一个完整的接种疫苗 还有呢是一个检验阴性报告 以及接触者的追踪讯息 那现在哪几个疫苗 能够入境就很重要 我们来看到准入境包含了BNT 包含了莫德纳以及交生 那么在全球接种国家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 现在比较常被讨论到的三大疫苗 包含了AZ AZ在180个国家 BNT128个国家 莫德纳70个国家 那么现在只有这三个疫苗 是能够入境的 也就是BNT莫德纳交生 那像是AZ的部分 还有呢在大陆的国药跟科兴 以及俄罗斯的制制疫苗 以及台湾的高端 现在这个部分 是还没有同意的 所以说在未来也好 提醒大家11月份 你入境要过三关 所以会有一个新的经历 而另外再看到呢 这儿童施打疫苗 现在又有好消息吗 辉瑞已经发布了最新的声明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辉瑞BNT疫苗 对5岁到11岁的小朋友 是有保护效力 而且安全的 预计在这个月底 就会向美国FDA 来申请紧急的使用授权 那么辉瑞的临床试验 是为2268名 幼儿园跟小学的小朋友 接种比较低剂量的疫苗 每一次只有注射成人的三分之一 在第二次接种之后 产生抗体 跟接受常规 两次剂量的成人一致 但是同样也稍提醒 还是会有类似的副作用 像是手臂会酸痛发烧 或是疼痛等等 那现在在西方多个国家 都还没有开放 12岁以下的小朋友 来接种疫苗 但是古巴月初 通过国产疫苗 是为2岁以上的 孩童来接种 大陆部分是通过了 科兴国药两款疫苗 为3岁以上的小朋友来接种 我们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打字幕志愿之后 请不吝点赞 打字幕志愿之后 请不吝点赞 当人们下转发 很多名字 我们下转的